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自己平时最常使用的就是1655这个镜头 各方面都很满意 直到我听说富士推出了全新的1680的那一刻 我有点傻眼了 相信这两只镜头也会给大家在选择上带来困惑 刚好同城的小伙伴刚刚买了1680这只镜头 于是就有了这次对比 我们用两台富士XT3相机玩了一下午 用这两只镜头拍了一些同样场景的照片来进行对比 算不上什么评测 就是很好奇 想看看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看自己有没有花冤枉钱 毕竟看到新出的产品又便宜又好 心里特别的不服气 标准变焦镜头是利用率最高且最实用的焦段 几乎所有相机的套机都配的是这个焦段 也就是富士的1855和1655等效焦距大概是24到80左右的镜头 2019年底富士新推出了1680 这可就出了大事了 三个镜头怎么选 先放下太老的1855不说 因为在性能上它确实和这两款镜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么这款全新的1680和富士嘉的旗舰级标准变焦镜头1655之间该如何选择 它们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咱们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做个对比 首先是外观上的差别 从尺寸上来看1655要比1680大很多 镜头长度就足足多出一个对焦环那么多 但是变焦厚的长度几乎是一样的 1655镜头的口径为77毫米 比1680的72毫米足足大了一圈 所以使用滤镜的尺寸也就不一样了 1655的握感相对来说更厚实 金属感非常的强 相比之下1680就显得秀气多了 体积小更方便携带 重量也要更轻 1655是665克 而1680只有它的三分之二的重量 440克 1680由于是新款产品 在设计上也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 变焦环转动的时候比较紧 手感很好 相对来说1655的变焦就比较松 并且在仰拍的时候会自己往下滑 这在1680上完全不会发生 1655的光圈环转动的时候会有咔咔的声音 体验感要更好一些 特别有机械感 但是1680呢它使用了全新的技术 变换光圈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这样的镜音设计呢 在拍摄视频或者是一些特定场合的时候 还是比较有礼貌的 除了外观这些无法改变的先天条件 焦段的区别呢 也是硬伤 这两个镜头差就差在55到80这个焦段 这区区25毫米的焦段 在实际拍摄时会有什么差别呢 来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在岸边同一个位置拍摄 可以看出80毫米确实比55毫米 可以拍的更远一些 更好地放大远处的物体 那如果看16端的效果呢 就能知道我们距离对岸其实还是挺远的 所以80毫米等效焦距为122毫米的镜头 相当于一个小长焦了 这在平时拍摄城市街景和风景的时候呢 确实很有用途 特别是在旅行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随时随地的找到一个合适的拍摄地点 站在原地拍远处的风景呢 是常有的事 所以这多出来的55到80毫米焦段呢 就可以帮我们拍到更远的物体 而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镜头了 除了焦段 这两款镜头还有一个直观的区别 那就是光圈 1655最大的光圈是2.8 而1680的最大光圈呢 只有F4 提到光圈 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背景虚化 确实啊 F2.8的光圈呢 要比F4的背景拥有更多的虚化效果 特别是在拍摄特写的时候 F2.8的效果呢 要更信任 除了背景虚化 光圈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ISO的数值 在暗光环境下手持拍摄 使用F2.8的光圈时呢 ISO为5000 那如果使用F4 ISO就要调整为10000了 这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噪点 所以在暗光环境中拍摄呢 光圈还是很重要的 不过呀 话又说回来了 旅行中大多数时间呢 其实都是在日光下拍摄的 傍晚夜景呢 也会使用三角架来拍摄 所以真正用到极高ISO的机会啊 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所以F4的最大光圈 基本上呢 其实还是很高用的 但是大光圈的镜头 确实在对焦速度上呢 要更快 在暗光下的对焦识别率 也会要更高 1655和1680呢 都拥有防水防尘的设计 这在旅行摄影中啊 非常的关键 谁知道哪天出门的时候 会下雪或者是下雨呢 有了防水防尘的保护呢 就会在拍摄的时候更放心了 在自动对焦方面呢 我也做了小测试 发现它们的表现呢 都非常的好 对焦速度非常的快 并且完全听不到对焦的声音 在功能上 1680最大的优势在于 它是全新的内置六档防抖OIS设计 由于是最新的技术呢 它没有外置的防抖功能开关 全都由相机自动判断 关闭还是打开防抖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相机像我一样 没有防抖功能的话 那么镜头防抖就可以有效的降低 拍虚的几率 六档防抖啊 可以说是相当不得了了 画质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以上那些问题呢 都可以在使用中尽可能的规避 或者是舍弃 但是画质就是一只镜头的本质了 为了公平起见呢 我们分别对这两只镜头的F4光圈 以及锐度比较高的F8和F11做了对比 拍摄的相机呢 都是XT3 使用的是光圈优先模式 ISO都锁定在了160 自动白平衡设置 没有使用任何的滤镜 我们先来看一张 在16毫米广角端 使用光圈F4下的效果 经过对比的结果呢 我发现这两个镜头 在出片的颜色上略有不同 1655拍出来的照片呢 看上去更清爽 而1680的颜色呢 有些偏黄 特别是高光位置 比如楼上的灯光 还有左侧接近太阳的位置 当然这些呢 都可以在后期通过校正白平衡 在最终获得比较相近的颜色 由于是广角端 两个镜头呢 都出现了轻微的暗角 在照片右上角呢 就可以看到颜色的过度 似乎1680的暗角呢 相对来说比较重 在后期时 暗角呢 其实也是可以被修复的 所以这个问题也还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成像的素质 两张照片的中间部分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颜色略有不同呢 画质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一个镜头的好坏呢 主要是看边缘成像 特别是照片右侧 建筑比较集中的位置呢 就很容易看出差别了 左侧1680的边缘积变 相对来说比较严重 拉两条参考线呢 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左边这张照片里的建筑啊 倾斜度更大 放大到200%的时候呢 画质差别就变得更明显了 右侧1655的边缘成像 比左侧1680要好很多 左侧的照片好像拍虚了一样 建筑呢 呈现出模糊的状态 但实际上啊 这两张照片都是完全 合胶的状态下拍摄的 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也容易理解 毕竟1680的最大光圈 就是F4了 成像素质有限呢 也是在所难免 而1655 它的最大光圈为2.8 使用光圈F4呢 并不是它的最大光圈 成像素质好一些呢 也是理所当然的 通常一个镜头的最大光圈 往往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缩小 一至两档后呢 画质就会变得比较锐利了 所以在购买镜头的时候呢 光圈越大 可用的最大光圈呢 就会越大 不过呀 先别着急下定论 我们呢 还有两张使用光圈11拍摄的照片 这下子就没有借口 表现的不好了吧 经过对比呢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1680在光圈F11下 广角端16毫米的画质呢 仍然表现平平 但是当变焦到35毫米的时候 1680的画质啊 就突然变得好了一些了 下面是光圈F8 焦段35的画质 虽然1680呢 仍然不能和1655媲美 但是在边缘画质上呢 已经比之前的16毫米 要好了很多了 细节还原也变得更好 可以说几乎接近1655的画质 从以上对比呢 就可以判断出 1680这支镜头 在35毫米焦段以上的长焦端呢 表现的更为出色 广角端呀 可以说十分的惨烈 但是啊 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使用长焦的几率 远远高于广角端 或者呢 手里还拥有一支超广角镜头 来搭配使用的话 那么 可以忽略 1680在16段 表现不出色的问题 当购买设备的时候 最敏感的问题呢 就是价格了 1655作为富士旗舰级的红标镜头 就是镜头上的这个标志 它呢 理所当然是最贵的 2015年底出厂 标准售价为 1199美金 1680呢 比它年轻不少 2019年底才出厂 拥有最新的科技 售价仅为799美金 对比前面所说的差别 这相差的400美金价格 对您来说 是否值得呢 但如果我告诉您啊 1655在活动期间 只要899 相差100美金 您会不会立刻下手 选择它呢 以我个人的使用经验上来说呢 想要更好的画质 选择1655的话 那就要舍掉重量和便携性 以及接受它比较高的价格 同时带来的可能会是 平时携带略有不便 以及呢 它并没有很长的焦段 而选择1680的话呢 会更偏重于轻装上阵 随心拍摄 很适合居家和旅行 当然啊 也要接受它的画质 略有瑕疵 其实如果不是放大到200%呢 单从手机屏幕上看这些照片 其实几乎看不出任何的差别 当然如果在原价中比较呢 1680可能会赢在价格 以及防抖和重量上 但如果在价格接近的时候 就让我们难以做出选择了 要我说呢 如果打算长期用下去的话呀 就买最好的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如果您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并且使用复视相机的话 那就快点关注我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